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原物料价格飙涨 尤其是纸箱在近期需求旺盛 价格更是让农民们难以负担 因此吉安乡公所就在109年 向县政府提出了地方农业管理及辅导计划方案 来执行110年度的吉安乡农作物资财补助计划 依照这个农民的需求客制化定制纸箱与麻袋 并提供50%的价格补助 来落实降低农民生产包装的成本 吉安乡农会果菜运输及货厂签 排了一整排货车 全是在地小农 特别要来购买定制的农产包装之材 我们那个农会的辅导啊 农会对我们都很好啊 就添付我一半的纸箱钱啊 那我就不用负担前额的经费啊 你们说纸箱一直涨一直涨 它有补助我们去减少我们的负担啊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原物料价格飙涨 尤其纸箱在近期需求旺盛 价格更是让农民们难以负担 因此吉安乡公所就在109年 向县府提出地方农业管理及辅导计划方案 或统筹分配税款执行110年度吉安农作物资材补助计划 依照农民需求可制化定制纸箱与麻袋 并提供50%的价格补助 而日前乡长游淑珍也协同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亲自前往关心纸箱的销售品质 其实吉安农会在共同营销这个部分 我们在台北一二市场的农特产品是受到非常多我们消费者的喜爱 那我们的纸箱设计其实已经远远已久 那我们用最好的白纸箱去做白色的纸箱 就是希望说在拍卖市场 大家都是防纸箱的情况下 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们吉安的农特产品 让我们的拍卖价格可以提高 增加农民的收益 今天特别来关心我们纸箱发放作业 这个经费是我们吉安相公所109年向县府提出农业管理跟辅导的计划方案 谢谢花年县政府习政会县长予以补助我们县统筹分配款 来支应我们这个计划的进行 那今天这纸箱的总费用是95万来作为一个执行面 希望我们的农民在非常辛苦的专业工作的农务之余 也可以接受到花年县政府吉安相公所 跟吉安农会满满的关心跟爱来减轻他们在纸箱包装 尤其是地方的产销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标章上的一个认同 为了符合农民使用的便利性 吉安相今年定制了山树、南瓜、芋头、韭菜、番茄及龙栖菜等六种蔬果的特殊规格纸箱及麻袋 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 一方面更是能将在地农产品牌推广至全国提升知名度 记者徐立青吉安相报道